第一個報告的原因是因為我想要挑戰 今天第一個成果報告 這其實是我這一陣子做的一些成果報告 然後其實告訴大家這些東西可以用 歡迎大家來使用 第一個是國外戰爭兵團的朋友 他們因為一天到晚下載MOD 實在太困擾了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抽抽的MOD下載器 這個MOD下載器 你可以輸入MOD的網站還是知道嗎 下載 然後是高品質的 但他唯一的缺點是 他背後跑的是PHP的 他表面是PYQT做的 當然他底下跑的是PHP 而且他需要在PHP那邊裝一個外掛 PHP才能運作 所以他必須先用Commandline做一些外掛 然後他才能運作 所以我想看看有沒有人有興趣幫忙 改善一下這個問題 那他放在這個地方 完全open source 然後裡面已經寫了完完整整的使用方法 這樣子 好,patch is welcome 然後剛好公商服務他們有點公民 等等服務可以順便幫忙一下 好,那再來是施改惠的全民事發給個運動 然後我們最近做了很多的分析訪談 然後產生了非常多的 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的文本 和分析 就是分析台灣社會跟司法問題 但是呢 我們做出來的新資圖實際上是太大了 然後有點複雜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有什麼 有什麼好的方式 跟管道可以把它好好宣傳 所以如果你有想法的話 歡迎來跟我講 或是跟我一起討論 謝謝 那再來是有一本書叫PAMED工場表格 然後這幾天我剛好在讀這本書 然後我覺得表格還蠻不錯 我就把它複製出來了 但是我複製也會在那邊叫他們出處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產生圖表或參考資料的話 可以來找我 然後還在整理中 有需要可以跟我說 最終是 呃... MAGOW CHE SHIT 中文版 因為 MAGOW在這個地方實在是非常泛爛 然後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需要 那我剛好 這是我最常使用的文章 所以就把它翻譯成中文版了 歡迎大家取用 好 我在這裡 我好遠喔 好麻煩喔 我長把我地方放好了 對不起 那些事情真的我忘記了 所以你如果想到我有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來提醒我一下 好 謝謝大家